蕭苡萱沂的書籍 早安 早 好 我們想到數學 我們會想到什麼樣的印象 其實我想 大家可能從小到大 對數學有各式各樣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印象 也許就想說數學非常的困難 有非常多的 考試 有非常可怕的 數學老師 比如寫不完的作業 這是我們以往跟數學的 非常刻板的一些印象 我們一直在想說 數學難道就真的是這種樣子嗎 有沒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其實我們知道說 像在美國的MIT 數學系是前三次月 他們學生的數學是第三大的一個系 在美國這樣一個地方 他看到數學對未來世界的一個情景 他們有更多學生 允許投入數學這樣的一個領域 但是反觀在台灣的情況 我們似乎跟美國的情況是有點背道而馳 那如果對我們國家未來 還有點想法跟希望的話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我們的台灣未來的數學發展 應該是往MIT 往美國那種方向去走 而不是往我們目前台灣的這種方向去走 所以這是我們一開始的一個發想 我們希望能夠試著顛覆大家對數學的一個印象 那可以 我也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為什麼取這樣的一個名字 就是我們把它叫做超越無限數學印象 這樣的一個特戰 我們生活在一個 明明就生活在一個有限的一個世界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超越無限 那唯一能夠超越無限的方法 就是透過我們的無窮的想像力 只有想像才是無限 那也只有透過這種無限的想像力 透過這種我們的對抽象的一個思考 那我們能夠去探索 探索宇宙 探索原子的世界 探索整個生物的眼鏡 各方面的一些面向 也只有透過我們的 數學的抽象思考 才能夠真的超越無限 所以我們超越無限的 我們整個特展的名字的第一個詞 其實是我們想要來描述整個數學的本質 就是數學的抽象的這種本質 那透過這種抽象本質 我們可以超越無限 那第二個詞 我們把它叫做數學印象 那應該 其實數學跟印象中應該有一個鬥點 就是 那這其實是像 19世紀的印象派致敬的一個想法 那19世紀的印象派 他當初是從 某內非常有名的一個 日出印象這樣的一個幅畫 所開啟的 那他 脫裂原來的 原來的工筆畫的那種想法 他不再去追求說 所有的事情是一個 整個你看到的 世界的一個具體的呈現 而是透過 光跟顏色的一些 抽象的一些結構 然後試著去 然後透過無窮的構篇 試著這樣去 去呈現他對 整個世界的一個想像 一個印象 然後想對我們來說 數學也是有這樣的一個本質 我們需要 透過一些比較抽象的想法 那來呈現這些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 也透過這樣的一個 透過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想要跟藝術做更具體的結合 就 事實上從數學 我們可以呈現出一些非常 大家在座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些圖像 那反過來 這些各種各式漂亮的圖像背後 事實上都用到了各種的數學 那這也是我們想要呈現的一個 呈現的一個面向 那所以這是我們整個舉辦這個特展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想法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當然也非常感謝 社會上各界的一些支持 那比如說像 也促進基金會 那還有非常多的基金會 那一些 大家也許障害之下 跟我們數學不太相關的一些單位 那他們也提升到說 整個數學在我們未來台灣 可能是有 可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響 那他們也願意來贊助這樣的活動 那包含像 TutorAPC這樣的一個 英文的 那或者是聯華食品 那或者是 或者是 永齡健康基金會 在健康的面向 那我們有 有些社會 社會上面團體的一些贊助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這些 贊助團體 使得說我們辦這個展覽 是有可能可以辦得成 那另外一方面當然也要非常感謝 高雄地區的大專院校 還有一些學校的老師跟同學們 那其實大家看到的 在座的現場的一些作品 那很多是透過同學們 他們非常努力 然後把它整個拼湊起來的一個過程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得到高雄地區 非常多的支持跟 support 那我們也非常 感謝高雄地區的 在座的朋友們 那當然還要特別感謝 在科工館的整個過程當中的大力的協助 讓我們整個策展過程非常的順利 那當然最後我想要特別感謝 我們的整個工作團隊 從李柏惟老師 那李柏惟老師是一些非常之深的 致力於數學科普教育的一個前輩 那李老師登高一步之後 很多我們原來沒有注意到的 在臺灣科技的非常厲害的一些人物 就紛紛的響應 那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現場 可以看到一些臺灣的一些元素在這裡面 那包含像 那李柏惟老師 那還有 余霞女士的一些作品 那還有 郭嘉珍博士的 他們算讀團隊的一些工作 那還有李柏惟老師的作品 那 所以 郭博士就是我們 那個高速網路中心的國寶 也剛到現場 我想最後 我要感謝我們的工作團隊 就還有 在座的兩位 王偉壯教授 還有高欣欣教授 那他們是我們整個測展過程裡面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國右手 那另外還有 特別是陳鴻斌博士 那 由陳鴻斌博士 來 主持整個測展過程之後 那 我們原來 原來的 一團混亂情況 終於獲得了 改善 等於是一掃之前的陰霾 那也非常謝謝 謝謝 Bianca 特展計畫代表 也是這一次的 藍白雙圈logo設計 原創者 Bianca Villette 上台致辭 我們掌聲歡迎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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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謝謝 謝謝 感謝台灣主辦單位的團隊主辦這一次精彩豐富的展覽 而且給我這個機會來到高雄國立科工館參與這個開幕的盛典 請給我一首澳洲的透明文範 的EmergerA的劉 2008年,E mexer was born at the Mathematisches Forschungsinstitut Oberwolfer in Germany and it travelled through Germany, showing interactive software, mathematical images, 3D printed surfaces and films with the aim to communicate mathematics and raise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mathematical research 首先我簡單的為大家介紹 Imiginary 它的歷史眼鏡 本來它是2008年 在德國尚沃爾法赫數學研究所開始的 學會多長之後 就希望能夠促進數學學術上的交流 引發社會大眾對於數學研究的關注 這個展覽會透過互動軟體、影片、數學圖像 3D列印的模型來呈現數學的優雅和美麗 這個展覽發展非常迅速 已經享譽國際 到現在已經超過35個國家、140個城市展出 每一個展覽都是由當地的主辦單位來主辦 再由Imiginary 的國際團隊予以協助 來促進世界各地數學愛好者交流網路 能夠更為蓬勃 今年1月1月接受到中華民國數學學學會的邀請 問Imiginary 特展來台有沒有可能 整個團隊對於這個機會感到不比的興奮 Imiginary 的建築 Imiginary 史上已經在亞洲已經有在亞洲 來的 例如 三年代在中國 兩年代在日本的印象展覽 三年代在亞洲 三年代在亞洲展覽 三年代在亞洲展覽 还有去年在南韩国际数学家大会 也盛大了举办Imiginary的特展 而且在南韩留下了常设展 现在在南韩有常设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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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 我看到展览来到生命 我真的很幸运看到所有的展览 特别是那些台湾树莲 特别是那些新展览 特别是新展览 大型的展览 特别是新展览 举办公司 这些新展览 现在Imiginary终于来到台湾了 这个特展能够在高雄展触 让我非常的兴奋 从预备到完成的过程当中 工作人员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创意还有努力 我非常高兴看到所有的展品 特别是那些台湾数学家 和艺术家们 所设计出来的新展品 所以各位好好享受这个展览吧 在这里被惊艳 在这里得到乐趣 而且寻找灵感 在这里 然后你参观完之后 你可以继续搜索 Imiginary 网站 几乎所有展览 都在网站上 可以下载 所有的展览 都可以免费下载 使用它在家 在学校 或甚至做自己的 Imiginary 展览 那么你参观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上Imiginary 的网路平台 去浏览这边所有的作品 它可以免费下载 你也可以使用软体 在家中 创造出你自己所喜欢的作品 凭着你的美丽 凭着你的直觉 像是各种的影片 或是图形 然后再请你上传到Imiginary 的网路平台 跟社群来分享你的作品 而且你也会觉得自己 创造自己自己的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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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其他东西 或者其他东西 你也可以上传到Imiginary 的网路平台 你的作品 可以参加到Imiginary 的展览 全世界 那么你所上传的作品 在未来有可能成为 Imiginary 特展的一部分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请推动这个 特展不遗余力的 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国务馆馆长 陈迅祥馆长致辞 陈理事长 各位嘉宾 回想 如果我在四五十年前 有机会 接触到今天展场的这些东西 也许我的 今天大概不会站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讲几句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学习经理学家 叫Bruno 他说 我们可以把任何的教材 透过适当的方式 交给任何年龄的孩子 数学这一门课 我以前在小学教书的时候 也是家长最头痛的 也是家长最重视的一个课程 但是呢 这个方法 途径手段 其实是教学成功很重要的 因素 我觉得透过今天 这个展场所提供的这些内容 可以去翻转 我们对数学的 一般家长对数学的这种 科版印象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事件 那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科工馆 要跟各位报告 这一个数学的主题 以一个完整的展进到科工馆 这是第一次 所以在科工馆的发展历史里面 他也创造了一个历史 在我的印象里头 我们国家用数学为主题 来做一个这样的特展 应该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数学会 我觉得呢 在这的每一位 应该给他拍拍手 给他们做一个演绎 我也盼望这样的一个展 能够让更多的家长 真的来接触 来动手做 来看一下 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数学会也非常的用心 安排了一系列的工作方 那些工作方 如果有机会参与 一定会有更深刻的领悟 我听了以后就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呢 我也在这个地方要代表 我们南部的乡亲 尤其是大高雄这一块 这个南部的乡亲呢 真的要谢谢我们数学协会 我知道在这个过程里头 这个陈理事长 他呢 就是有一股热忱 反正就是要做 他好像一开始没有考虑困难 接下来就是碰到困难的问题 想办法解决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态度 就很值得科工馆的团队来学习 也给我们很多的企划 所以盼望媒体记者朋友呢 能够多加的报道 我们也会用科工馆的通路 我们目前有四万五千七百多位的粉丝 我们会把这一个透过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人了解 当然要真的要谢谢我们整个数学会 还有策展的团队 这个弘斌老师 这个实在是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那最后呢 祝福各位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家庭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馆长请留步 以及馆长请上台 我们数学学会 非常感谢科工馆 在一路过程当中的协助 特别也借这个机会 来颁证感谢状 谢谢科工馆 谢谢馆长 我们掌声来 参与这个机会 谢谢 谢谢 各位来县各位记者朋友 刚刚您签到的时候 应该拿到了一套非常不特的明信片 我现在抽不出来 里面总共有六张 这是德国Imaginary所独家授权给我们的 非常漂亮的图像 那图像呢 都在这个展区里面 那除了这个 各位也拿到了折页 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各区的介绍 其中折页的一开始 就罗列了非常重要的赞助单位 超越无限数学印象这个特展 在形式上 我们希望透过艺术来展示数学 在本质上 我们希望以创新的教育为理念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 开创更多元的教育式 那这次咱俩能够顺利如期举办 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 许许多多和我们一样 心系教育 关怀社会的单位 我们要特别感谢TutorAEC 莲华食品 永宁健康基金会 辞泽教育基金会 奥托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纯净教育基金会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 这个李纯净教育基金会 董事长李玉佳教授 李玉佳董事长能到现场 我们是不是请李董事长能够上台接受 数学会李市长李玉佳教授 致责感谢主 李玉佳教授感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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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去年吳東方就點名了我 那退休之後其實我已經失業了 但是呢 就是這個心啦 就是說這個過去其實我當年長的時候 我也算不還 弄得很辛苦 我知道這個的確是很辛苦 那個時候我記得還卡我們這個 那個 我們的委屆市的錢 就是說我去跟那個教育部申請了一個計劃 那個計劃的金額總共剩50萬 但是呢 你們有一些車馬會 一定要到成大開會的時候 請他們車馬會通通捐出來 出機會捐出來 通通捐給屬員會 是這樣子 而且這很困難 捐了半天是二三十萬 就是很困難 我知道這個募款的確不容易 而且 尤其在數學方面 我對科普是很有興趣的 我在早期 回到台灣之後呢 我也協助中三大以前 我過來成本大年 半年了這個叫做 所以我發現 就是學習曾經優異的 那個時候我的主題就是講黃金豐哥 把黃金豐哥相關的那些 黃金豐哥相關的那些 黃金豐哥的美 連分樹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 還有包括那些 很多普香 很多都講 那今天看到這個 其實我 我覺得我應該在 應該在年輕二十年的時候 我可能會去好好的用電 我現在是 對這個 我不會用 我說這個東西 如果畫起來真的很漂亮 而且 我以前覺得 我們世界會應該把這個 當個產品 好好去 去賣一賣 可以收集一些資金 我想這個 我現在已經變得有點生意頭腦 那個 我這裡在講說 其實講到我這個基金會 基金會是 早期是我 我父親所留下的錢 你知道嗎 我想 這 我剛才講說 這個 當兒子的人 還要拿父親的錢 還養我自己 我也是一個基金很高 那今天很多 就是 幫忙一些 高等的小熊 還有他教過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在這裡 跟四大合作 做那個 所謂 城市碑 數學近視的一個 一個品群 那麼這個 做好幾年 我覺得 身上不錯 那麼 今天要看看這裡 數學院開始推動這個 這個 數學的美 也是會知道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 令人氣氛的事情 我想 相信以後 會有更多的人 來學數學 或者 把數學當作藝術 那麼 把藝術再當作產品 那麼 將來可能是 這個 前途無量 我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謝謝這個 理事長有這個 機會 給我在這裡 講這幾句話 那麼我也希望說 這個 將來 還有機會 我們再看到這個 要的展 而且 陳管長好像也非常熱心 不過 陳管長 以前都見了幾十遍 以前都是在 我現在都 退休師 我就站了文社 那麼過去我們 這個中國人家 說說 要基因德 嘛 錢來基因德 那我現在 觀眾朋友 我叫基因德 捐了錢 我捐這個錢 經理也給他一起捐 來贊助 那就是泡川盈利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積極性的 我們做過的那個基因德 是寄給自己的 我們激昂德 要喚醒社會 來注意這個 一個合考的活動 來大家一起的賽事 那麼 這個 謝謝各位 這個 別有這個機會 祝各位這個 身體健康 這個世界的公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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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作品 使得這個展覽 更具多元 更具獨創性 所以我們要特別感謝 這幾位創作老師 首先我們要邀請 科學文創公司 余曉蘭女士上台 科學文創公司 同時也是這次的協辦單位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 國家高速網路 計算中心組長 郭家貞 郭博士 謝謝 以及國立交通大學 風飾中心主任 陳寗章教授 陳寗章教授 我們要研究一下喔 這有踩台過嗎 我沒有踩台過 但是呢 後面這個階梯是 紅斌還有 比安卡先幫他們排好了 好 大家熱烈的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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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實際上到底有沒有這麼簡單呢 接下來我要請超越無限 數學印象的策展總監 中華民國數學會 陳鴻斌博士 來帶領我們 認識這個 陳鴻斌 那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到高雄科工館 跟大家見面喔 那 好 我現在 首先先 大家先看到這個 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 大型的這個 大型的這個 中置藝術 那這個中置藝術 是怎麼來的呢 大家想必是非常的好奇喔 大家知道他有多重嗎 幾公斤 那他用了幾個零件 那他 花了多久的時間 多少的能力 才能夠完成這個 巨大的 314公分直徑 高的這個 大型的圓球 那我 現在就 播放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大家就會知道說 這個是 非常不容易的事 好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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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